每天三分钟获得一个心理知识 大量的来访者告诉我很焦虑 凌晨三点还在修改第二天演讲的PPT 精心策划两年的项目没有踏出过一步 花半年时间分析所有品牌的手机 买下性价比最高的又马上后悔 总结起来几乎所有焦虑都出自一个根源 那就是绝不允许自己出半点差错 社会心理学家Shalom Schwartz 发现两种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人 一种是最佳选择者 倾向于穷尽所有可能的选项 只为从中挑选出最好的选择 第二类是知足者 找到差不多好的选择就满足了 前者会花较长时间去选择 结果看起来比后者要好得多 可前者反而会对选择不满意 而且总体而言 前者比后者感觉更不幸福 心态更悲观 自卑 生活满意度更低 而且更容易抑郁 后悔和自责 大量心理研究已证实 完美主义心态导致焦虑和抑郁 降低生活质量 这种消极影响如此严重 以至于完美主义 作为抑郁症状的一部分 并成为造成抑郁自杀事件的 一个重要诱因 是时候改变对出错这件事的态度了 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家 Elon Laner做过研究 对出错的开放态度如何影响公众演讲焦虑 实验将参与者随即分成三组 让他们做演讲 A组是完美主义 被告知出错是不好的 B组是自我原谅 被告知出错是难免的 C组是好奇开放 被告知 请在演讲中出一个错误 甚至更多的错误 结果呢 C组参与者把完美抛在脑后 只是专注地去表达 好奇地去探索 这次经历所带来的可能性 在演讲中感到最舒服 最不焦虑 并且得到了观众的最高评分 这个实验表明 第一 出错并非是躲之不及的丑事 第二 错误发生 也不是只能自我安慰 第三 错误可以是值得鼓励和庆祝的 甚至能让我们表现得更出色 2017年吐槽大会火了 平日里光鲜亮丽的偶像 在节目里都变成了 被众人奚落和调侃的对象 冯绍刚 唐国强 王刚 史航 郑凯 没有一个不在自黑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他让我们知道 出错很OK 出错很可爱 越是有影响力的人 错起来越是有魅力 当他当众出纰漏 或是接自己的短时 你会戏剧性地 被一种满满的正能量所包裹 这对完美主义癌晚期患者 有着绝对的治愈效果 这也和心理学家 Tot Cashton发现的现象类似 比起听完美无瑕的CD 人们更愿意花十倍的高价 去听乐队的现场表演 因为即兴的不完美的表现 才是最神奇最出彩的部分 而且不完美 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如果你想做出改变 可以试着在某件事情上出个错 就像去完成一个优雅的任务一样 去完成这次出错 同时呢 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心 去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出现 结果如何 你学到了什么 最糟糕的 不是你出了错 而是你居然没有出错的勇气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喜欢的话 请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吧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